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Place的一些Sample 事實上它裡面的Sample 網路上的Sample還蠻多的 因為其實平常大家看慣的PowerPoint的這種感覺的 很多時候你可能就比較難想像 不用PowerPoint到底能夠做出什麼樣的簡報來 我們就來試看看 我們簡報面其實有好幾個 這裡一個 它裡面一樣可以做超連直接點過去 我這邊先看這一個 這個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它就是運動到都可以嘛 對不對 一般PowerPoint沒辦法做這種事情 好 這個是一個韓國的 有沒有 不一樣的感覺 但是其實最大的難處 剛開始大家要轉換到Place這樣的一個簡報 最大的難處在哪你知道嗎 沒有想像力 因為微軟已經幫你限定好了 平常你就要那個框架裡面你現在會跳投不出來 跳投不出來 所以它一樣會有所謂的範本 你可以先剛開始還沒有太多概念的時候就是它用範本 等到你套用一段時間之後 你開始有比較多自己想法的時候 你就可以試看看 類似像這樣的設計方式 那這裡還有一個 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從這個 這個還在跑 沒有關係 其實你可以從上面來 從這裡 有沒有 從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新的那個簡報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你有就是預設的話 它會寄信到你的信箱 就是一個大概一個月或應該是兩週三週 會寄信到你的信箱 告訴你最近有一些比較popular的這種簡報 你就可以去欣賞一下別人的 多看別人的 有助於提升你的想像力 真的 所以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來試看看 這邊 好 這裡我就先跳過 來 像我們在簡報過程裡面也可以像這樣子 好 OK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要使用的話 該怎麼用呢 最簡單的就是套用範本 好 所以 你可以從右上角這邊 直接從這裡也可以 直接從UEPLACE 各位進去現在都是空的 那這裡就有個NEWPLACE 在這裡 有看到 從這邊進來 原則上我們今天這樣的速度應該還在可接受 我比較怕的是太多人同時用的時候 所以我們交易步到國外網站會稍微比較慢 還有一個 你稍微注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LOGO現在是這個 有沒有 有學士帽的 如果你 沒有這個學士帽的 表示你的帳號還是屬於一般的帳號 所以從這個Loading的畫面 你也可以知道說你的版本是哪一種 好 我先讓各位先點一下好了 好不好 好 比較不會讓各位等太久 平常各位如果是自己在宿舍裡面 或者在家裡面上網 應該這個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速度會比較快 那 它的範本呢也隨時都會有增加 而且功能 老實說 大概沒隔幾個禮拜 又會有一些新功能跑出來 所以其實現在中文的書籍 目前只有看到有一本是電子書 在介紹這個網站 這種方式的簡報方式 因為你印出來的 其實真的來不及它的改變 它改變現在 因為還在開發階段 就是比較初期的一個成長階段 所以它的功能隨時一直在增加 好有沒有找到 在你的左上角 有沒有U-Press裡面 在左上角那邊 就可以 按一下 好 那可能會Loading一點點時間 會Load一點時間 好 那我這邊畫面已經出來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好先給各位看一下 來您 我把切過來一下囉 好 好 您可以看到 這個進來之後 有沒有像PowerPoint一樣 都是什麼 是不是都是範本對不對 你可以先找看看 先找看看 右手邊是比較popular的 比較popular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去找 從這邊找 那事實上呢 因為它現在越來越多 這裡面 實際上你也可以用關鍵字找看看 因為它現在範本真的好多好多 比如說你想要做旅遊的 你可以找看看 有沒有什麼跟旅遊比較相關的 比如說假設我用這個 比較簡單的 你就直接用 那等到以後 各位比較 有一些想法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開什麼 空白的就好 因為你已經有你的想法了吧 用別人的範本 會不會受限於它 也會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 直接用空白的就好 好 假設我想要用這個的 我就按直接使用它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最新的 你按下mode的話它就會有更多的 有沒有跑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挑自己喜歡的 可以挑自己喜歡的 那一般來講 範本挑了之後 我都不建議各位 那麼快就開始做 因為要怎麼樣 先看看這個範本是怎麼玩的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挑好了 請你直接按這個present 上面有沒有一個present 對不對 這個就可以直接 先了解一下說 這個簡報 它大概是怎麼做 你直接從下面 一個 一個進來 有沒有 對不對 像這樣 那你移到上面去的時候 也會有縮圖 也可以知道說 它總共簡報多少頁 好 那如果你要離開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按ES7 就可以跳開了 好 我就把它還給您喔 請您先試看看 先挑一個你覺得 比較可以接受的簡報範本 那把它按一下 Use template